歡迎兩位 Hello 很早就來到商業電台這裡 今天期待有一連串的訪問 因為兩位合作新的這首英文歌叫Sparkling Wine 在我們IG上 我和Robin 即903 Music 西彩壇和Robin連線 Alex Lam的IG也開了一個Live 大家都可以看到這三個畫面的現場訪問 好 可否先和大家討論Sparkling Wine的合作 大家相識的應該是當年在前公司 即是剛剛一起加入環球唱片 當時應該有很多翻唱或出場的合作機會 但真的沒有一起錄一首歌 沒有 其實當時我們是童年出道的新人 對 一二 是吧 對 所以我們經常會見面 經常會一起踩歌 但沒有一起演過一首歌 但當時我們第一次開場 第一個嘉賓是Alex 所以我認識了他十年 五暴六年齡的情況 我們第一次做訪問 我們第一次上來 我們都是一起的 是嗎 我忘記了 對 做哪個 好像新人去見大家 很多第一次的音樂的經驗 我也是跟Robin和Candy一起去經歷 但沒有機會一起做音樂 對 一起做音樂 那當時誰提議 不如真的玩一首歌吧 其實事源我一開始我Indie生涯之後 Alex已經Indie做了一段時間 所以我就揮揮一下他 我們去Cash Up一下 我也想了解一下你平時做Indie 你是怎樣運作的 然後聊聊一下 Jam 歌 Jam 有Sparkling Wine的出現 其實寫一寫一寫 我只寫了一個chorus 以及有一個arrangement 然後我回家 在Wave 5的時候 我自己寫了一個節奏 他聽完我的節奏 他就寫了他的部分 誰知道他寫完回來就嚇到我 為甚麼呢 我就覺得被他玩了 玩大了 為甚麼一個尺度可以去到這樣 是嗎 是嗎 歌詞方面 歌詞方面 我完全無法處理 是嗎 我不知道你們在聽甚麼 你要了解一下Robin 做自己的歌時在唱甚麼 他在唱家庭 媽媽和女兒的關係 最有趣的是這次去錄這首歌 就是看Robin這個掙扎 因為 有些甚麼呢 杜胡德上面 有些這首歌的風格 可能一些平時Robin是少接觸的風格 但他絕對的聲音 和這首歌是很適合的 所以他第一次錄 我們第五波的時候 不可以一起在我宿舊的時候 各自在家裡錄回來的 我和我們的製作者 Jordy第一次收到他的聲音 我們已經很滿意 已經這麼好 因為這次最開心 不是開心 是最棒 我覺得是Robin 這次去唱這首 Sparkling Wine 我覺得他唱得很性感 就是有 Robin 我記得你第一次聽的時候 是Robin 我好像重新 原來可以性感 原來沒有聽過你這樣 沒有機會 即是直播有聽過 但在公司錄一首歌 就是沒有聽過這個感覺 所以我們很鼓勵他 他又說給多一點這些 其實我是被林德順扮演 越玩越大 在音樂錄音 再更加 其實Jam哥那一刻 沒事的 正常常 在一個宿舊裡 有一些音樂器人 然後他就拿了一堆Sparkling Wine 上來 我們一邊Jam哥一邊喝東西 然後就這樣 不如我們這首歌叫Sparkling Wine 那也沒有東西 然後不知為何 我記得有一句 就是我唱了出來 Sipping on some sparkling wine 然後我就 We could do this all night 我是這樣唱的 然後不知是他 還是哪一個音樂師 你是不是唱了Naked in the sauna 我聽到你說Naked in the sauna 即是不穿衣服 就是Sonna 沒有 然後最後用了很多勇氣 才 用了這句錯的歌詞 變成現在聽到的歌詞 Robin有幾次 我們之後再見面 不斷挑戰這句歌詞 Naked in the sauna 就是這樣不行 出不出家 是否一定要這樣 可不可以給了很多不同的選擇 但我們還是禁止他 不好意思 Sonna就是不穿衣服 很正常 我是去到MV拍攝前夕 才敢讓我老公聽這首歌 也是這樣 你老公有甚麼回應 我錄了他的反應 他的樣子是 很好 你在Sonna裡喝氣泡酒 那氣泡酒就不好喝 是熱的 明白嗎 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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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當初一起去作這首歌的時候 是否已經是這個方向 就是Aktis的Groove還是怎樣 Alex 也是的 因為我們在做 先是用一個醬 我們未開始知道會怎樣 不如我們找一群 之前有夾樂隊的朋友 一起醬出來 看看有甚麼 誰知道 一來就已經找到這個主題 例如Sparkling Wine 其實我們最想這首歌 一直做的時候 想 不知為何 那陣子Robbins 經常說YOLO YOLO YOLO 他經常跟他聊天 其實我跟Robbins 我們經常聊天 我們聊天 那陣子 他經常說YOLO 可能因為我們在第五波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家裡 很想去玩 對 跟朋友聚會 等等 YOLO 我們要去享受人生 不要浪費這些很寶貴的時間 我們就 從YOLO 找了Sparkling Wine 去代表YOLO 覺得Sparkling Wine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去教會我們有時候 我們要放鬆一下 放鬆一下 笑一下 跟朋友聊天 自嘲一下 這樣 笑一下Robbins 很大的包袱 Robbins YOLO Robbins 唱這首歌 不用那麼多包袱 我覺得這件事很YOLO 我覺得這個梳醬是很YOLO 你看你今天也穿花衣服 上來做 很清新 平時你也比較Earth 今天也沒穿過花衣服 上來做 配合這首歌 就是在那裡 去到Sparkling Wine 所以大家最初就是 踩出來 所以我們問你用Demo 其實沒有 因為大家很輕鬆 就在樂隊房裡 一個節奏一個節奏 這樣踩出來 是 因為編曲是走線 整個Vibe 那些Groove 我們看了很多80年代的 歌曲 甚至是藍尾音樂 然後我們就在樂隊房裡 踩出一個編曲 然後我們才寫一個頂編曲 所以一有頂編曲 其實已經是很近似現在聽到的版本 明白 是 這次還有一位音樂人 剛才Alex有提及 叫Jordy Jordy Gassman 你也跟他合了好幾首歌 你認識了很多年 他是美國 他是Dominican Republic Dominican Republic Dominica Dominica 但他在香港也做音樂 可以介紹一下 其實他也很有趣 他在香港也住了差不多20年 他也有幫助很多香港音樂人錄音 彈音樂 他也是一個很本地的香港音樂人 他幫助很多香港藝人混合歌 製作者 還有他自己的歌都很棒 我怎樣認識他 就是十年前 其實同時我認識Robin的時候 在那些玩Live Music的那些Bar 認識 剛好他開了自己的音樂室 那一年就是我第一年去做音樂 那個時間剛剛好 我就跟他一起 他又要幫人做歌 我又需要人幫他做歌 我就跟他做了一堆歌 誰知發覺跟他合作是很開心 因為他不單有香港的音樂器 他也有他自己的背景 就是那些拉丁音樂 所以這次其實我們那些 Sparkling One的chords 其實是一些Bossanovachords under一個funk groove 這個也是 因為他可以做到 他做到 那個bassline 很funky的bassline 都是他自己彈的 是 所以他這次也幫這首歌 帶很多很棒的vibe 所以也引發到 或者引導到 Robin去唱這首歌的時候 然後也幻想自己是Camele 劇版 Robin 我有些東西想分享給你 其實曾經Jordy說過 Live Radio Live Radio 我記得第一次 我帶Robin去見Jordy 我們是他製作者 之後第二次 開始做這首歌的時候 那次你不在 Jordy跟我聊 他就說 Robin 你覺得 What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think 他就說 Robin's cool Robin's so cool But Robin has 她說 Jordy說 But Robin has this wild side What That She has Keep She's keep hidden underneath 即是Robin有一小時 按住自己 按住自己 我說Jordy 你只看見他一次 你也知道 她是怎樣 地上有沒有一個洞 鑽進去 所以 有這個第五波的時候 Robin在自己家製錄 就可以很自在 如果她是Jordy 在你面前錄 可能沒那麼放 是嗎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時候 我也覺得很無奈 即是第五波疫情 為了保護家人 他們有得去玩 有得去Jam 但我又很害怕青 為了一團隊 是的 我唯有我的 contribution 唯有在家寫自己的部分 其實本身 我都自己要研究很多 我的 melody 我可以怎樣寫 因為我不可以用 之前固有的模式 例如Dua Li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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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自己都覺得 我很驚訝這個作品 我覺得自己在音樂上 寫歌上 多了很多元素 和多了很多突破 音樂上 也可以 音樂上 所以 我也很慶幸 因為我們籌備這個MV的時候 我心想 糟了 沒理由是Naked 沒理由不Na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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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最後找了Dia Jane 導演又叫你Naked 因為我和他很友善 我一定要找一個 我很信任的人去做導演 我才會安樂 你找你的團隊班底嗎 我找了Tim 他首先是取笑我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我覺得很好玩 他在八忙之中 抽空幫我們導演MV MV都很好玩 就像酒池玉琳 真的浸桑拿 亦有Sparkling Wine 然後Alex Lam 好像80年代的Aerobics 教導別人跳舞 儒家 都是你做的 這也是挺好玩的 大家都是以開心的態度 去做這個MV 對 其實後期也是我剪的 所以我還記得 坐在一起 我給了一個First Cut Alex看 然後Alex站在旁邊 他說 這個鏡頭 就是我跳舞的鏡頭 你可不可以再增進 多一點 哪個位 你可不可以拉長 哪個位 你可不可以剪掉你自己 你可不可以 Robin你剪掉你自己的鏡頭 你拉長一點我 這個鏡頭 我就從這個project 這個collaboration 更加認識 想想這個人 是怎樣的 是怎樣的 Stupid Stupid 主要是想放大這個 很Stupid 但是 Stupid 才開心 還有 好玩 他很有趣 你會覺得 林公子 全部的照片都很漂亮 對 但他跟我說的留言 是 你怎樣可以令我 再Stupid 一點 這個MV 再去傻一點 謝謝 所以我覺得 這個project是很開心的 所以造型上也要 好像很奇怪 為了這個MV 我也買了一個 Diamond Grill 金牙有鑽石 我們的最後一拍 因為很難有機會 可以戴到這個 Diamond Grill 因為戴了 你不可以說話 不可以喝東西 甚麼都做不到 但是… 除了我來拍MV 沒錯 可以來拍MV 你不是說你之前已經賣了嗎 對 但一直在等 這個機會可以戴 他平時那些 自己很型 很瀟灑的 就沒有機會 跟別人玩的時候 這個Cross Over 就可以盡情玩 沒錯 沒錯 …